在现实生活中自称狮子王的彭姓男子 和28岁的药厂业务陈小姐发生外遇 并称呼对方为小花豹 事情爆发后没有上班 医院也无人回应 两人还定下契约 认定彼此为共同生活伙伴 必须每天发生性行为 以岳父四万元当作报酬 妻子发现后妾子找远警跟监 告上法院 法官判决彭姓男子和陈姓女子通奸罪 彭姓男子表示 还会再上诉 但狮子王李当是爱家庭的好丈夫 现在却伤了妻子的心 为外遇吃上官司 周年新闻吴博化陈广瑞台中采访报道